续型转换题中肯定句怎么变成一般疑问句呢 今天这条视频一定是你见过最全面的解答 包含了一般疑问句所有的情况 没有例外 建议先收藏再观看 首先一般疑问句一定是以 B动词、情态动词或助动词开头提问的句子 所以咱们第一步就是找这三类词 如果有这三类词直接提前就可以 比如说 She is a teacher 这句话有B动词is 就把它提前 Is she a teacher? 再比如说 He can sing 这句话Can是情态动词 把它提前 Can he sing? 再比如 She has got a cat 这里有助动词has 直接提前 Has she got a cat? 那以上就是有必情住的情况 如果没有怎么办呢 记住没有就借Do,Do,Do,Do的三兄弟 比如说 He played basketball yesterday 这句话只有play实力动词 没有必情住就找三兄弟借 具体找Do还是does还是did呢 是由十一动词决定的 这里played是过去是 所以我们借did 但是要注意了 Do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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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 做主动词是照腰镜 后面动词现圆形 所以是 Did he play basketball yesterday? 最后再提醒一种特殊情况 英语句子不会自问自答 所以当我们发现句子中 人称是第一或第二人称的时候 人称要进行互换 而必动词又是随人称变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 人称和必动词一块变 先别觉得复杂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 I am a student 我是一个学生 那你问的时候肯定是 你是一个学生吗 所以I要变成you 因为因为我用am你用are 那么这个句子最终变成 Are you a student? 看到这儿 你就已经掌握了所有 变一般疑问句的情况了 加油吧